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东京新增19人确诊 是今年以来单日最低 前中共江苏省610办公室主任 陈毅中被查 50年来首次美台讨论 参与联合国视讯会议 意大利媒体引述教廷匿名 外交高层指出 中共要求教廷与台湾断交 换取范中建交 教廷则要求先在北京设施馆 再谈台犯关系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即将迎来大批过年返乡潮 不过也传出防疫旅馆的数量不够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目前让返乡的人都居家检疫 还是不放心 指引两周内会公布 台湾疫情是否有可能 十一月二号就降级 陈时中则是快速回答 不会这样 台湾严守边境规定入境旅客 一律要入住到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所 而即将迎来的过年返乡潮 也传出一月的防疫旅馆已经几乎订不到 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背询时也坦诚 防疫旅馆量能吃紧 居家检疫虽然也有列入指挥中心的考量 不过仍然是有隐忧存在 陈时中说到过年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整体疫情顺息万变相关措施也会因应疫情才公布 而目前国内的疫情则是相对稳定 陈时中火速回应十一月二号不降级 台湾民众希望警戒再降 恐怕还要再等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曾心敏 台湾台北报导 在关心今天凌晨两点十七分 在屏东县离港乡发生瑞士规模四点二地震 另外清晨三点多台东外海也发生规模三点九地震 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 宜兰南澳屏东离港台东外海三个地震 彼此都没有关联 地震中心表示台湾规模四以上的地震 一年有约两三百个属于正常范围 昨天一架中共运霸反潜机 闯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并以广播驱离和启动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根据国防部公布的讯息 十月份中共军机扰台的天数累计达十四天 在聚焦澳洲天空新闻二十四号播出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的专访片段 当问到澳洲是否可能与中共爆发战争时 杜登指出中共有明显的意图以武力侵犯台湾 澳洲将坚持与美国同进退 中共国民主养共通局很明显的意志 中国共产日子很明显定 他们的意志对台湾 正在与台湾共产党的意志 中国典的意志对台湾 没有人决定看到了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给中国人 即是我们的视频在香港 他们要决定要对台湾 如果是来说 Amer国人的反应 and we obviously have an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been in force now for 70 years so we need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at we're also a small population of 25 million relatively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ve got the best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we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New Zealand and many partners beyond that the Quad now,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act and the ASEAN obviously still has primacy in our region as well 澳洲總理莫里森今年5月初也曾公開表示 澳洲政府對臺灣政策將堅定不便 如果中共武力侵犯臺灣 澳洲將會履行支援美國及盟友的承諾 日本陸上自衛隊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以使部隊做好準備應對潛在衝突 這是日本二戰後近30年來首次發出這樣的舉動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0月23號報導 從9月中旬開始 日本大約有10萬人、2萬輛車和120架飛機 參加了全國範圍內以戰備為主的各種演習 這是近30年來日本首次有這種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官員表示 日本周邊面臨著二戰結束以來最糟糕的安全環境 近期印太地區緊張局勢成為世界焦點 中共加大了對臺灣的軍事施壓 頻繁派軍機侵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日本多次提到確保臺海安全的重要性 除了中共威脅之外 日本還面臨著朝鮮的威脅 周四 美國總統拜登表態 如果臺灣受到攻擊 美國會捍衛臺灣 外界認為這突破了美方過去戰略模糊的立場 雖然隨後政府官員出面降溫 但兩黨國會議員和政要紛紛發聲 主張明確美國對臺灣的支持 國會山莊報23日報導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雷瑞亞認為 總統應該要不被法律的條條歸歸綁住 放開手腳軍援臺灣 身為民主黨的雷瑞亞 響應共和黨的這項提議 他認為美國若無法防範中國對臺灣動武 人民傷亡和經濟衰退的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位民主黨議員 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貝拉也表示 美國戰略嚇阻中國在臺灣海峽的行動 必須要清楚 除了軍事嚇阻 經濟上也要多管齊下實施嚇阻 今年2月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史考特提出 防範臺灣遭侵略法案 主張授權總統以美軍保衛臺灣 獲得多位議員支持 參議院外交及撥款委員會共和黨成員海格提 要求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供最新的台海威脅評估 他表示 美國除展現力量以外 沒有迴旋立場 共和黨參議員蘇利文此前也警告 中共不要以為臺灣會是下一個香港 臺灣關係法明確指出將維護臺灣不受侵犯 他表示臺灣在當今和未來世界格局當中都處在中心地帶 他呼籲民主國家不能在立場搖擺 應該團結一致 讓強權制度在21世紀徹底失敗 前總統川普的國安顧問博爾頓20日投書《華爾街日報》表示 拜登政府應該承認臺灣的主權國家地位 擴大對臺灣的外交認可及主權合法性 將臺灣納入美國主導的聯盟 不管正是與否 都可以藉此讓北京當局意識到 對臺灣開戰的成本超乎想象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綜合報導 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二十四號晚間登機前往歐洲 預計將訪問斯洛伐克與捷克 在兩國都將有公開活動 吳釗燮出發前推文表示 從天鵝融革命到野百合學運 臺灣捷克與斯洛伐克緊密相連 同樣渴望自由 人權和法治 他表示我很榮幸能夠訪問這兩個國家 並且與其合作使世界更好 團結讓我們成為不可阻擋的良善力量 創等都依標準作業程序 進行疏散確保安全 生產及營運未受影響 第四季是航空貨運旺季 因中國能耗雙控限電背景下 製造業調整工時而至出貨集中等情況 10月下旬 亞洲往歐洲的空運價格漲幅18% 破攔業者預期 北美縣11月將跟進漲一波 澳洲電訊公司與澳洲政府25號宣布 雙方聯手斥資16億美元 收購業務範圍遍及多個太平洋島國的通訊企業 外媒稱主要是為了阻止太平洋地區通訊網絡業務 落入中資手中 美國印度政府28至29號將合辦印太商業論壇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孫小雅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智芳等人獲邀參與分享臺灣 如何與理念相近夥伴合作 為未來電動車打造韌性供應鏈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激進黨立委陳柏惟遭罷免後 他的任期進入倒數 今天第一天回立法院上班 陳柏惟的一舉一動都是媒體焦點 對於下一步 陳柏惟說要投入不選選戰 要讓激進黨團隊繼續經營在地 陳柏惟也證實投票當天因為身體不舒服 曾經掛急診 投票前三天只睡五六個小時 媒體詢問他是否覺得委屈 陳柏惟說不會委屈 他已經盡力了 臺灣首期立委罷免過關案 回顧過去兩起過關的罷免案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以八十九萬多票當選 後來被以九十三萬多票的同一票罷免 而陳柏惟是以十一萬多票當選立委 一年九個月後以七萬多票就被罷免 臺灣的罷免制度是深化民主 還是加劇政治動員對決 高雄市長陳其邁今天被問到相關問題時說 他反對因為個案就修法 對於相關討論都尊重 罷免是民主的一部分 民主有選舉當然一定會有罷免 對於罷免的結果我們都充分尊重 所以我反對因為個案就修法 但是立法院的討論這個部分 我們給予尊重 每一位民意代表 今天真正要面對的是他的選區的選民 有沒有認真負責的表達民意 有沒有關心民眾最辛苦最苦難的時候 還有平常對選民的服務 這才是關鍵重點 民眾贊成說普選跟公投綁在一起 這兩年有三起罷免案過關 陳柏惟罷免案投票率超過五成 同意罷免比不同意罷免者多出4466票 陳柏惟罷免案通過後 國民黨主席朱毅倫 將重點放在年底的四項公投 要民眾用公投對蘇內閣 進行不信任投票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受訪時說 公投應該就是論事 批評國民黨開放萊牛 卻抹黑符合標準的萊豬 說要親美根本是自相矛盾 我們臺灣是以外貿為主的國家 我們的東西產品要賣給外國 也不能禁止外國的產品進來 或者沒有辦法做生意 我們看到當年國民黨開放 複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萊牛進來 還糾團吃牛肉麵 卻把複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萊豬 描繪成為毒豬肉 這樣我相信美國人也不能接受 還說要親美就顯得矛盾 習近平談中共入聯50年未提臺灣 美臺先開會促臺灣參與聯合國 更多內容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分享台灣的財產品 生物和氣候都新的世界 以及新的技術 是關注在財產品中的 科學生產品 大陸在台灣 大陸使用新的技術 和物質採用新的技術 作為新的製作 荷判 像上來進去 套餐的 UMAX TECH CELEBRATING ITS 20TH ANNIVERSARY OFFICIAL AGENT OF SOMIC PRECISION INDUSTRY IN TAIWAN PROVIDING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PARTS MADE IN TAIWAN CUSTOMIZED SERVICES TO MEET YOUR DEMANDS UMAX BIO BIOTECH RELATED PRODUCT SUPPLIER MOEA EXCELLENT MANUFACTURER UMAX TECH UMAX BIO 周日江苏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发生爆炸 目前已知两人死亡 九人受伤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微博流传的画面显示 事故现场不断有浓烟窜出 学生紧急疏散 周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方微博通报 将军陆校区的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材料实验室 下午3点52分左右发生爆炸 继而引发火灾 11名受伤人员紧急送医 其中两人不治身亡 因为目击现场的女学生称 她在现场听到了三次爆炸声 第一次跟第二次爆炸大概隔了多久 几秒钟 前两次停进的 第三次好像几分钟 反正我们发现情况就都撤离了 大家反应得很快都撤离了 第一次爆炸之后看到有烟就撤离了 应该是第三次爆炸 就是那个蘑菇人 就是那个视频的人那种蘑菇人 反正刚次爆炸 然后不到一分钟 消防和那个120就都来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 现场疑似金属粉末爆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隶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有消息称 死伤者都是研究生 认为可能是实验失误 直爆炸 爆燃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新台湾记者李清怡 刘芳综合报道 周日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发生瓦斯爆炸 大火将住宅大楼楼顶炸开 冒出滚滚浓烟 这是继21号沈阳发生爆炸后 辽宁省四天内发生的第二起爆炸 引起强烈关注 24号清晨5点30分左右 大连瓦房店时一栋民宅的5楼 发生瓦斯气爆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7人受伤 真实死亡人数不详 从网上传出的爆炸现场画面来看 爆炸威力巨大 将整栋住宅的楼顶炸开 熊熊烈火 浓烟不断窜出 居民被疏散 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在辽宁省瀋阳市 21号才刚刚发生一起重大气爆事故 一家餐厅发生煤气爆炸 附近街道被严重损毁 也波及到邻近商家 爆炸造成5人死亡 47人受伤 就在上个月的9月11号 大连还发生过一起瓦斯爆炸事故 造成8人死亡 5人受伤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宇威综合报道 今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 中共入联50周年讲话 触及2758号决议 但未谈及台湾议题 而就在这之前 美国国务院周六发表声明强调 美国与台湾代表就拓展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 召开了视讯会议 今天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50周年讲话 习近平称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虽然习近平有触及2758号决议 但未谈及台湾议题 不过这个月21号 美国国务院亚太附助亲话自强 才在一场线上论坛中表示 中共错误使用2758号决议 使台湾频频被排除在联合国活动外 各成员国应该加入美国行列 支持台湾有异议参与 台湾外交部21号也强调 2758号决议 只决定联合国内有关中国代表全席次问题 并未提及台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更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人民 另外美国国务院23号表示 美国国务院与台湾外交部高阶官员 22号召开视讯会议 讨论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祠玲综合报导 意大利最大报网游报昨天半版篇幅讨论台湾 引述梵蒂冈教廷匿名外交高层指出 中共要求教廷与台湾断交换取梵中建交 教廷则要求先在北京设使馆 再谈台犯关系 因为中共没有同意情势陷入僵局 而且梵蒂冈内部近几个月 非常忧虑台海军事冲突升高 认为局面危急 担忧新冷战一触即发 台湾恐丧失独立自主地位 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 王定宇表示 依据这篇报导的内容 教廷可能是想要双重承认 教廷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就我刚刚了解起来 目前关系还是非常的稳定 事实上教廷要求的方式 叫做外交上的双重承认 也就是先让教廷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那至于教廷跟台湾的关系 先保持不变 以中国的状态 中共不太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教廷国 是否坚持这一个底线 那对台湾来讲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存在 我们要求中国真正尊重 而且接受一个中华民国 台湾真实存在的事实 所以对于双重承认 我们尊重他们的想法 那目前台湾跟教廷国的外交关系 也是非常的稳定 国民党主席朱玉伦周一出席 台湾光复76周年纪念活动 提出四个捍卫 对于中共频频抢占话语权 他回应习近平 国父建立的是中华民国 国民党二十五号 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纪念 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 继台湾光复七十六周年活动 党主席朱立伦提出四个捍卫 对应总统蔡英文 国庆演说四个坚持 四个捍卫 我们永远捍卫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捍卫中华民国民主自由的立国精神 我们捍卫台湾两千三百万民众的安全和平与繁荣 我们捍卫中华民国历史的事实以尊严 这四个捍卫缺一不可 七十六年前的十月二十五号 在台北中山堂 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中共领导人十月九号 抢身纪念辛亥革命 十月二十五号也将谈话 被解读是频频在强化语权 朱立伦致辞回应习近平 强调国父中华民国与台湾的百年关联 国父推翻南清 建立的是中华民国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抹杀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国父说如果没有收复台湾 我们如何立足于大地之上 没有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 下定决心收复台湾 没有百万以上居民的牺牲 没有台湾的光复 也就没有后来的保卫台湾 更没有壮大台湾 也没有民主台湾 这百年来台湾的历史 跟中华民国是密切的连结在一起 朱立伦宣誓 如果国民党重返执政 将把光复节列为国定假日 十月二十五号也是一九四九年 金门古宁头战 一击败共军七十二周年 也是一九七一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二七五八号决议 五十周年 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 中共取代席次 美国副助卿日前批评中共 滥用二七五八号决议 排挤台湾 伤害台湾与联合国 朱立伦回应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 会员国直到五十年前 所以这段历史也不容许抹灭 这段历史是存在于全世界的 中华民国作为世界上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两千三百万的民众来讲 我们当然有权参加这些国际组织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 台尼赤字一百二十亿打造 全台最大电池厂 二零二三年启用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一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国一优胜游风 电池在国家能源转型 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要带您看到 拥有七十五年历史的 台湾老牌水泥厂台尼 投资高雄小港的离电池工厂 今天举行动土电力 董事长张安平指出 台尼布局绿能 打的是国际级的仗 未来不排除复制到其他世界各地 而这次动土典礼 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与高雄市长陈其迈等首长都亲自出席 台尼投资的离电池工厂 在高雄小港举行动土典礼 旗下子公司三元能源科技 初期赤资一百二十亿元 新厂预计二零二三年完工启用 近几年台尼投入大笔资源转型绿色企业 董事长张安平透露 台尼布局绿能打的是国际级的仗 未来不排除复制到其他世界各地 这座锂电池新厂规划产能1.8GW 换算一年大约可生产两万四千辆电动车 所需的长城电池量 今年七月台尼才刚投下1.32亿欧元 收购入主欧洲储能公司 一跃成为全球儲能系统建制容量 第四大公司 最近更拿下澳洲南部Synergy 授权两百MW的儲能暗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动土典礼 行政院副院长沈隆金 跟高雄市长陈勤迈等首长 亲自出席 因为电池可是在国家能源转型中 扮演重要关键角色 台尼最近宣布在苏澳厂跟花莲和平两座水泥厂区建制大型锄能系统 完工后将成为全台容量最大的储能暗场 将有助于台湾将绿电成为机载电力 能二十四小时稳定供电 接着带来看到十月二十五号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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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